来39月 各位我们要来深层图片哦 AI怎么不会 就是很会无中生有 那我们呢 现在AI除了深层文字以外 深层图片很方便 那么对中文理解能力最好的 就是微软的Copilot Copilot 那他以前叫Beam Image Creator 那么他基本上呢 各位等一下我们要请大家注册账号 那么你每一天呢 会有15点就是可以加强的这个深层点数 那你用完了 还是可以深层 但是速度会变得比较慢 那待会我们需要了解一下 就是在这边 你要深层的时候呢 就好像以前我们在写作文一样 你是有什么样的场景 你的主角是谁 可能是人 可能是动物 也有可能就是空鱼物都有 那他有没有做什么动作 他是什么风格的 卡通风格的 还是什么 彭博赛克的 然后那个其他的 还是插画的都可以 就是有这些 这是最基本的 那因为呢 这是微软的提供码 所以我们要请大家来帮忙注册一下 在简报39页这边呢 会有一个微软新申请账号的这个流程 还有验证 其实这个验证最满的是哪一项你知道吗 你是不是的 因为他会考你的 不是像我们一般看到那个就打一个很打一个字而已 有没有有一个验证码那个有没有 他不是这样子哦 他会有比较不一样的题目 来我们请大家你可以先帮我打开这个好了 好吧 就是39页这个 你帮我打开 好打开之后呢 各位你可以看到 我的流程在里面 那网址我也在这边 我们就请大家帮我开下面这一个 下面这个 第二个 这个 好线上的同学我就把这个网址给你一下 好你帮我把这个网址打开 那各位呢你第一次打开 因为你还没有登录 也还没有账号 这都中文的 好你就从这里 粉红色这边 紫色这边 我们把它按一下个人账号登录 找到了吗 个人账号登录 就是这个按一下 好现在这个从这边进来 那我问一下各位有那个微软的账号吗 有的可能有有的没有 如果你有的你就可以直接登录 如果没有的 来我这边先登出一下 先登出一下 好点这边按个人账号进来 那如果你没有你就来这边 有没有建立一个账户 但是各位你可以用你的Gmail 当做是登录账号 这样了解吗 好所以不用再取得一个微软信箱 这样OK 好所以你就在这边 如果你比较习惯用Google的 你就在这边打Gmail账号 然后按下一步 好这个时候我就要来给各位看一下我们那个流程 好建立账号 好没有在这边先建立一个账号 好建立好了 他问你你的名字 你的姓跟名 这个应该都没有问题 你就打继续打下去 接下来各位 你的生日麻烦你 不能太年轻好吗 小于13岁 他告诉你长大之后再来 好 对 所以你的生日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太年轻了 接着他可能会请你设定密码 设定一个密码 这个就是你登录微软账号的密码 你自己决定 然后就要麻烦大家去收一下你的信箱 他会寄一个这个验证码给你 那收信的这个时间有时候可能 也许30秒一分钟或两分钟 微软的那个信有时候好像没有 像一般Gmail那样那么快就收到 有时候要稍微等一下 你稍微等一下 那甚至待会他也有可能会要求你验证那个 手机收简讯 因为有些同学有的会出现 所以麻烦大家如果你没有 微软账号的 你就麻烦你帮我先注册一个 最难的是在后面 因为你要告诉他你是人 所以待会呢如果你通过了Email的验证 通过了手机验证之后 在这边他会出现这个讯息 问你是不是人 请看下一步 下一步之后可能会看到跟我一样题目 也有可能会看到不一样的题目 如果你答错了不要难过 很多人回答的时候都会有点怀疑 我真的是人吗 因为我都答错 所以你们可以先稍微看一下 好不好 现场同学我可以帮你看 那现场同学就要麻烦你 自主解救一下了 这个我就帮不了你了 我先讲一下 就是如果你遇到跟我一样这一种的 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图案 这里有个图案有一个数字 有没有这里是不是两个 代表什么 我要把代表刚刚那个图案的 你看电话我要移到这个 就是用这个方向键 把电话移到跟吸同一个位置 这样了解吗 那有一些是他转方向的 就是说你的物品要转到跟他所提供的这个 舍头一样方向的 有没有感觉到他跟我们一般看的不一样 所以我才说你可能答错了不要难过啦 很多人都跟你一样 有没有账 大家都有了 都有账号吗 好 现场的同学有没有 有没有人没办法通过人类验证的 好 等一下我现场的同学先看一下 好 那各位呢 你如果进来了之后 你可以先看到在我们右上角这里 他会有一个15点 有没有 一个闪电那边 代表你每一天都可以有15次 深层图片的这个点数 这是快速深层 那明天呢 还会再有15点 可是他不会离家 你不能说你今天比较账的 我明天就有变30点 没有 每天老板都给你15点而已 可能到100 那个是少数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你之前有玩过一些游戏 或者是做过其他一些他的 比如说你有安装他的APP 他会给你一些鼓励的点数 好 那你看哦 我们就一起来玩玩看哦 那为了让大家比较容易使用 我刚刚有跟大家讲 他基本的结构的对不对 你看我们后面40跟40页 那这个部分呢 我发现这个模型 这种袖珍屋或者微型商店 蛮多同学喜欢玩的 不好意思 我已经跟同学玩三个学习的AI了 哈哈哈 我们都会有一些主题让同学玩 所以这个其实蛮疗愈的 那你看我们左边这个 你可以拿我这个提示词 因为我刚讲过他跟中文最OK嘛 所以你只要用中文问他就好了 好 所以假设我拿这个 你就拿到这边来 Ctrl加V贴上 你就请他帮你生成 有没有 你看在玩具店里面玩微型热高 迷你回转寿司商店的模型 他就很认真的一次帮你生成四张 好 所以其实现在AI生成图片真的很方便 那当然你也可以用什么 用你要指定他什么风格啊 这些都可以 有没有做出来了 很快吧 那他一次四张呢 点进去看你要哪一张 好你就可以按右键把这个图复制起来 好把它复制起来 那我们Propiler呢 帮我们生成的这个大小就是1024x1024 目前啊 当然现在国外有些版本可以生成不同比例的 那目前呢就是1比1的 好你生成好之后 那我们麻烦大家 刚刚我们Notion是不是已经有一页了 麻烦你再生成第二页好吗 生成第二页 再增加一个页面哦 有没有 左左边这边不是有A的 好再增加一页 OK那第二页的就是我们任务二咯 所以我们的任务二一样 我们就请大家来增诚AI的这个范例 好任务二 OK 好那你就把刚刚的图片把它 我们招货嘉宾 这样有没有贴进来了 那这种图片都不会超过5Mb 所以你直接贴上就好了 好那顺便看一下哦 各位你可以看到 当它贴进来之后有没有感觉 图会帮你撑满 如果你不需要那么大 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你看滑鼠租移到那个旁边角落的地方 它会有一个有没有一个直属的这个线条 这就是调整的你就可以从这边去调整它的这个画面的大小 这样了解 它预设会置中 就放在正中间 如果你不想要置中怎么办 你还记得阿扁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吧 你不要置中嘛 你要靠左边你就选这个嘛 这样会吧 你要靠左边靠右边有没有就过去了 只是说预设值它是放在正中间 好那你可以再看看你要哪一张 这样了解吗 你要生成几张随便你玩 那目前呢 AI在生成的这个过程图片的里面 你应该会发现它的文字 有没有感觉看不太懂 不是韩文不是日文 它只要是生成象形文字的 通常都不会是正确的 但是它可以 所以我们COPIER的资源生成英文 所以如果你告诉他我要生成 英文的那个名称 或者是文字或者是数字 那是可以的 它就真的可以写出来 你看这个字 英文的有没有都正确 对不对 英文的看起来是对的嘛 可是中文是不错的 中文你根本不知道它是写什么字 好 所以这个一样 你就可以把它复制推过来 好吧 我们请大家试着贴看看 贴 好 那一样的看你要设多大 那你贴多张之后你有没有感觉到 不是我每一张都贴那么大 有没有有点麻烦 对不对 你记不记得我们在Word里面可以做多栏的排列 可以吗 可以哦 我们在我们的那个notion里面也可以做多栏的排列哦 那怎么做多栏的排列 我们看一下这里 好多栏的排列我看一下 应该在简报三十二页那 简报的三十二 来你看一下 我在这边有没有分一二三 对不对 因为预设就是我们在Word里面单栏的 那我要让它变多栏的 你可以从前面那个六个点点 来做转换 那也可以用拖曳的 那么各位稍微留意一下 目前notion最多最多就是分成五个栏 比如说切成五个直的 这样子而已 所以不能再多了 它最多就是这样子 好那我们来看哦 如果你想用拖曳的 请你帮我按着它 拉到它的右边或左边 有没有 是不是多一个直线 放开 它会自动调整大小 这样会了吧 那很简单 可是没有像Word里面那么复杂 他就会把你分成两个 你要四个五个 你就直接丢过去就好了 那再来呢 我们看 好我们继续深层哦 来 各位你可以继续再深层一下 刚刚我们那一种的 玩玩这一种 这个我们以前去录影的时候 有同学有朋友喜欢玩这个 用手机做那个长时间的曝光嘛 那你就可以用手机那个灯 有没有 去写字啊 或者是那个 但是其实有点困难吧 而且不见得每次都成功哦 但是AI的还可以画龙 你看 这我们现实视觉做不到的 好 所以这里有没有 那其实这些哦 就好像我们在造具一样啊 给你的这个叫做明眼家具 所以你如果你看图像真的是一个正在跟蝴蝶玩的可爱的小女孩 你就看你要跟什么玩 什么样的主角 你就重新描述啊在什么地方 你重新回去看我们刚刚前面这个有没有符合这个架构 对不对 你在什么样的场景 什么样的主体 主角是什么 做什么动作 什么风格的 好 那以刚刚这个来讲 这种东西 你用中文可以 但是他有一个名词关键的重点叫light painting 用灯光做画 对吧 好 所以你关键是对的 他就可以生成那种类型的 这样了解吗 当然我不敢保证你一定都做得出来 因为他有可能生成的是不一样的 这样了解 所以我们就来试看看哦 好 把它推上去 好 所以你刚刚有生成几次 你就看到你的点数逐渐在下降多 各位 我跟你讲 生成图片是会上瘾的哦 所以我以为一个账号不够 请再用两个三个好吗 好 这次效果不错吧 对不对 好 点到他 你如果想要按右键把它复制 我再拿进来 好 把MXV贴进来 那我再继续了 就看我要几个 如果你点到这个图 也可以Ctrl加V哦 他会直接贴到下面去 也就是说我点到他贴上了之后 他就知道我要贴到下面来 他不会把原本这张图盖掉 这样理解 跟Word处理就不一样 Word你点到那一张直接贴上 他会覆盖掉原来那一张 这里没有 这里没有 所以你看哦 一样我再找一张 再把这另外一张 好 也复制进来 好 所以我现在这里面 有三张了 对不对 好 那我这三张 我可以一起把它选起来 按住Shift 好 按住Shift 点到这里 我点到第一张 点到第三张 你用拖曳的也可以啦 从外面这样框 有没有 这样也可以 我选到这三张对不对 好 你看我来这边 一样找到左手边 是不是那个六个点点 好 我把它喷银铺 等一下 这边没有 这边好像没有办法直接 直接这样做 因为这个图片我不能用这样多选的 所以我还是等下一个一个来 来从这边 从这里 拖曳银铺 没有吗 哇 糟糕 这里没办法直接拖曳铺 我看一下我没有记错 真的没有 好吧 算了 只好自己拖曳了 就是刚刚讲的最多五个 这样可以 好 那 我们顺便来看一下 好的 我先把它 变成多栏的 就拉到旁边去 有没有 一样的 把它拉过去 然后拉过去 这样 这样是不是就删难了 那我们顺便看一下 一般来讲 像这个 我都会请同学 帮我们多做一件事情 我不只要它生成图片 还要给我提示词 因为这个我才会知道 它是用什么提示词 生成这样的东西 这样了解吧 我们去看它 那所以说 请问 在我们notion里面 有没有表格 你觉得有没有 有吧 对不对 来我们看一下 如果你要生成表格怎么办 来这边 一样找那个六个点点 其实我顺便跟大家提一下 有另外一个方式 你看 当你 点到那个新的空白行 你有沒有发现 它都有告诉你 按下空白键 可以叫出AI的工具 你看我按下空白键 有没有叫出AI的工具 另外一个它的宽数键是什么 有没有一个右上左下的斜线 对 这也是那个 它内建的一个下指令的地方 所以你按右边 有没有就出来了 选单有没有就出来了 了解 跟你点那个什么 点前面那个六个点点 意思是一样的 有没有一样 好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插入 想要插入表格 各位 表格的英文叫什么 表格英文 先点一个这个斜线 对不对 表格有没有叫table 哎我就打一个TAB 有没有感觉table就跑出来了 这样你了解了吗 就是你打 它前面的那几个字就好了 你看我们在这边 如果你要to do list 或者你要表那个下面这里 有没有看到这有一个table 你用选的也可以 你看我把它点下去 然后呢 它是不是就表格就出来了 那你就可以增加 看你要放几个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不对 只是它的表格 比较抱歉 我我刚忘记一件事情 它的表格是不能像我们一般握的一样 它只能插入文字而已 也就是说 你看我这个图片现在是放不进来的 你有没有发现 我跟它的变成是排版的吗 而不是插到那里面去 有有注意到的吧 好 所以它是没有办法放进去的 那如果你想要在图片上面加上那个文字 对它来讲这个东西叫做什么 caption 这里 这个 这个 有没有看到它的图 有没有caption 就是我们讲的图说 好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 你看一点的 有没有出现在下面 这样了解吗 好 所以 这个是跟我们一般用那个不大一样的地方 那这个的话 来在这里 这个是上面的 乐高的 好 就把这个丢过去 好 有没有 在这边 然后一样点到这里 wana加caption 这样是不是就进来了 那文字如果你要设定一些颜色啦 基本上 因为这个是图说就不能设定 它就比较单纯 如果是标准的颜色就可以了 好 这样有没有了解的 可以接受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如果你在整理这一块的话 最好有图 还要有什么 还要有那个提示词 这样会比较好 以后呢你就比较容易 从 提示词再去生成类似的图片出来 不然你用猜的有点辛苦呢 我们等一下要给各位看一下 AI又有视觉能力 可以反推回去 给他看这一张 他去反推说 这个是什么样的内容 可是这样子不会完全都正确的 这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叫逆向工程 对不对 但是因为条条道路通罗马 所以有可能他走这条过来 我推回去是走另外一条路 好 这样子对图片生成有没有问题 这是今天大家 看到笑容最多的 好 那我顺便提醒大家一下 你刚刚生成的这些图 预设会出现在我们的右手边 有没有 你做过的会出现在这里 可是呢 最近总是有可能变成 过去式吧 也就是说当你图片比较多之后 是不是就不在这个清单里面了 所以说各位 如果你真的喜欢你的这一张图片 麻烦你 点进去 之后 在这边有没有一个叫做储存 你下载当然也可以 可是我的重点是 我下次希望能够找到他 在上面找到他 所以如果你下载当然没问题 但是呢 如果你想要把它留在上面的 请你按储存 那这个集锦就是资料夹的概念 这样了解 好 他要帮你存在你的那个微软的 one driver 那个空间里面 这样 OK 好 所以 稍微留意一下 因为如果你没有做这件事情 当超过你的这个 清单之后 就会不见了 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任务二 这个 OK吗 简单 所以我们就可以 那另外我补充一下 就是说 目前 我们刚刚 大家用的这个微软头拍的 他并没有 针对版权的部分来做限制 所以如果你要他生成 Hello Kitty你觉得可不可以 可以 用柯南也可以 好 用漫威里面的角色也都可以 但是你心里面应该知道 这个只能个人欣赏 这样了解吧 所以这个要特别留意一下 好 那我这里补充一下我们简报42页 42页 这个是最近Notion新推出来的功能 可是呢 是要 目前是没有收费 也就是说呢 他现在推出类似全文检索 你可以直接问AI 问AI 我的这个工作区 里面有什么东西 等于就把你的Notion的 那些资料当做是你的资料库 直接问他 这样子你就有你的小帮手了 也就是说 当我把Notion做得很怎么样 很完整的时候 我的内容很多 我就可以透过问他 来得到重新整理我的这些资料 好 那你们的应该预设是没有 就是在这边 来你看一下 你们的右手边现在是问号 右下角这里 有没有发现只有问号 对不对 来 你看一下我的 我切回我的给你看好了 不好意思 我就现身一下 这是我平常在用的 你看我的右下角 有没有跟你们不一样 这个 有没有发现是这个符号 点下去 我就可以问他 关于我里面的内容 因为他现在是Beta 所以说 你可能需要 就是要提出申请才有 因为他好像现在都是发出E-mail去 控制的 我是上次有收到通知 所以我就去申请 所以可能你需要用一段时间 或者等他正式释出的时候 你才会看到这样 这样理解 OK 所以 稍微跟各位补充一下 有一点点不一样 好 那 这里 好 那我们再 接着 准备进行任务 再次 再次